再來看台中方館一棟四站樓館的陶梯 今天百米火燒 相對是對內地救出一個人 其中三位受傷傷疑 經消息表示 因為這一樓有在做家庭家庭 家庭是有種經報器 才沒有造成嚴重的傷亡 這事故的原因還會調查 陶梯出的一樓就火燒 火石姊妹在唱歌音 二樓到三樓有一個人住在內 三樓仍然告定要看到有人在會出發救命 三樓叫出動唱歌破海替堂的門 和丟在二樓的兩個人 和丟在三樓的五個人都叫出來 有三的人讓人集中跟攝通送 讓人送他唱歌 三的犯者裡面有一個四十八歲的十五人 全身九十五%的二度攝通送 無情要在家庭北方治療 在台中方館自動遺産老館的陶梯室 在一半三點多發生火災 一樓的商品貿打在新加工唱 祝鄉都會慶祝教園 我以為是蔣春的 然後到最後聞到一個臭的味道 我這樣就不一樣了 都是我們機來保養的油啦 經燒表示 廣告中的時候一樓會寫的一個親愛 因為四樓都訂的東西 真惡劇完 然後三樓部分 我們我們也有銀梯車 也有身梯將那個外面的窗戶破壞掉 然後該五名的話 就是都從那個 我們得以讓我們消防人員進入 經燒事後發現 陶梯廚一直到的都有曾經不去 所以沒有嚴重的商務 阿納得會的原因 也要再進一步調查 現在台中報道